政治话题对于港线来说也蛮敏感的 像是古惑仔电影当中 红星帮派对于战中的议题 看起来现在意见有些分歧 在里面饰演大老逼哥的吴志雄 他是力挺学生的 但是山基陈小春却是反战中 至于陈浩南正一界 他强调自己爱香港 到底会不会站出来力挺倒是四两拨千金 反而最后两岸三地都很红的林心如 很大方地表示意见 希望整个事情赶快落幕 这一件陈小春为公益在台湾同台 媒体促勇都想问战中到底挺谁 说实话就今天我们来一次 参加慈善的活动 尴尬问题山基陈小春闭口不谈 毕竟先前po文表明立场 反暴力反战中被网友三暴痛骂 说他是垃圾艺人快滚出香港 陈小春秒山发文依旧止不住骂声 山基反战中显然和后南哥意见不同 每一个事情也是有好的不好的 人平民黑社会也是警察也是政府也是 所以我觉得用那个公平的态度 看那个事情比较好 简单太过只强调爱香港支持或反对站中 不明说显然不过在红星帮成员意见分歧起内讧 逼个吴志雄挺学生山基陈小春反战中 后南哥强调爱香港言下之意挺战中 但能必就必不多说 毕竟已经传出大陆对港星发出封杀令 因为我刚刚好有几个朋友 就是台湾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在香港工作 那其实对他们的生活上 真的造成蛮大的影响 那也希望这些事件能够快一点落幕 林鲜如没有直说知识与否 但强调香港友人近期生活不变 盼纷争快落幕 似乎意味他反站中 而敏感时刻尴尬问题 艺人能挡就挡 毕竟停不停立场都尴尬 还涉及广大的中国市场 就算想表态 智据都得好好斟酌才敢脱口而出 东森新闻林静旅嘉贤在台湾报道